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回来你好像我记得你聊过是你好像也是15岁还是对14岁开始14岁进入这个表演行业呃我进入表演行业之前我是学舞蹈的哦舞蹈跳舞对舞蹈出事然后呢我刚开始进入这个表演的时候其实我是想走模特啊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哎你可以走模特然后呢我当时就是把给几乎洛杉矶的所有模特经纪公司都发一秒 然后他们每个人就是不好意思打断你就是你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对十四五岁时候然后呢每一个的回应都是你的个子不够包就是你等你到一米八的时候你再来找我 哈哈哈那我在想我可能永远达不到一米八但是有一家公司他是模特和表演公司嗯然后他就说哎你虽然做不了模特但是你可以 做就是做演员是做演员吗我我当时哎做演员我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做 等于说他开启了你另外一方面的这个认识你原来没有想过演员只是模特对就是模特而已嗯为什么想的是模特是因为模特更加风光吗看到更多吗呃当时就是因为喜欢这个呃就是喜欢服装哦喜欢服装喜欢穿穿的漂亮帅 对然后呢对服装也有很大的好就鞋子啊衣服都很喜欢呢嗯对然后呢因为我我父亲对我影响也很大因为他也是喜欢服装哦喜欢这种很潮的衣服就像皇家军那年代的哦很潮的就打个耳洞了什么的啊呃然后呢让我就是也会也影响到了我然后呢我当时就是喜欢服装所以才想做模特嗯 ok 那那个经纪公司他提醒你哎你可以做演员那对你来说是是觉得是很新鲜还是说哎突然你发现马上去了解演员更加有更加好玩 有没有这样的还是刚开始没有刚开始就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其实被动对就是不知道怎么进入然后呢我当时其实我人生的一个贵人是我的一个我的当时打鼓老师哦你在学对我当时在学架子鼓小时候是学架子鼓然后呢他当时因为他就是以前是专业打架子鼓的然后呢他是justin bieber的乐队的鼓手哇这么对然后呢最后呢他退役以后呢呃 他跟我就在教我家族然后呢嗯他当时就是做我的经纪人吧然后呢然后我当好刚好签那个经纪公司就是那个嗯那个模特经纪公司然后呢就是开始去一些面试但也不知道怎么弄反正嗯就是跌了很多坑慢慢的你看你想想你14岁15岁那时候才刚刚才是大高中的呃十年级十 那个时候是九年级我14岁那个时候是八呃八年级开始就是初中哦八年级对八年级那个时候哇那我真的佩服你了我想想我女儿那个时候应该他没有那么多想法或者说不会去想到为一个已经是差不多是相当于一个呃呃事业了一个工作的方向了有有有差不多我感觉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从小就跳舞嘛对吧嗯就是从 从小就是哎长大后当个舞者嗯然后呢当时在我13岁那天我就觉得可能这个跳舞这个就不是真正让我就是很开心哦就是我喜欢但是他只能是个业余的我不能说去哦ok当一个长久的工作嗯一个事业去搞嗯然后呢当时就启发了这个表演嗯在那个瞬间我就知道了我当时我记得那年的夏天我和我爸妈 嗯呃呃呃我把他们就是叫到叫到那个呃呃呃表演对就叫到那个叫到那个客厅然后弹下来一起就就好就给他们告诉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正宗骑士的对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我是每天都在跳舞就是我我的这个schedule是早上起来上学对吧嗯从学校从八点钟开始上学嗯到三点半嗯放学嗯从三点半到晚上九点钟就是跳舞我每天就是 那就是很专业的训练了 真的就是为了去专门 他学的是什么芭蕾 我刚开始学的是芭蕾 我是学的是芭蕾基础 我学的是俄罗斯芭蕾 更加传统 非常传统的正宗的芭蕾 因为你芭蕾底子打好了以后 你的别的舞蹈才好学 我当时芭蕾学了有五年 然后呢 那个时候也在学现代舞 然后也经常比赛 那个时候也经常去拉斯利亚斯 去纽约比赛 然后当时我 把我父母谈话 意思就是 我不想在每天放学去跳舞了 我想去上一些表演课 我现在找了个经纪人 我想去花时间去面试 但那个时候我爸就不同意 就觉得 你跳舞已经有一些成绩了吗 对吧 已经拿奖 就为什么要去放弃 不要就是中途而会 去就是好好还是好好跳舞 就不支持我 所以还是就是父母 他有他的想法 他觉得你这样子 这样是你已经有一定成绩的继续努力 是的 然后他没有想到你还有别的想法 对 因为 而且要重听 差不多 对 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对 而且我父母对这个行业也不了解 因为家里也没有人做这个 那舞蹈他们是有 我老师我爸喜欢跳舞 因为小时候 你可能他小时候去这种夜总会啊 就是瞎跳嘛 但是他还想学 但是家里没有钱 他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 对 小时候没有钱 眼看就要成功了 没想到你变卦了 对 就肯定就不同意是吧 就刚开始就一直 那不同意后来你怎么继续的 后来我那只能用行动证明给他们 嗯对吧 我随便来我给你说我那个打鼓老师是我的贵人 因为他一直就很支持我 OK 就是他和我 就是他因为那个时候英语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他也会帮我联系 因为他是个纯美国人 他帮我联系这个经纪人 然后呢 呃开始去面试 然后呢 我爸我爸反正也说 他会送我去面试 但是他老师就是被动的 对他也是很被动刚开始 嗯那也没办法 有点不太情愿 对对对 但是呃 我我 刚开始就是进入这个行业 是我第一个这个professional job 嗯是迪士尼的一个广告 哦 就是我第一个job 哦 第一个那还不错的 对 当时是呃 路上 然后呢 当时是我爸我妈那天一一大早陪我去那个set 然后呢 拍那个广告 然后呢 从那以后我爸可能就哎 觉得这孩子哎 好像 对就是真的喜欢的话 那他看到了你的那个热情 对热情 而且并且是哎 有进步 对这样靠自己 就是在反对的这个情况下 你还能拿到这样的一个job 是吧 对对对对 嗯我 还是很 从那之后他就基本上就让你去发展 但是他偶尔也会说 就是哎呀 提醒一下 也是还是就是有时间去跳舞啊 嗯就是 那你这之后就没有怎么跳舞了吗 但我上的是我上的是一个艺校就我初中和高中都是 呃那个 哦就这边的艺校 对在美国的这边艺校 哦就是艺校所以等于说你不去学你的艺校的这个专业去 那那那里面不是也有表演专专业没有吗 有表演专业但我没考上了 哦就你在上着舞蹈班 然后去想着呃那个表演的事情 对就是我跳舞 我在我在学校因为我们 无无正业 对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是啥 早上八点钟嗯 到下午一点半都是文化课 从一点半到五点 嗯就是这个特长课 嗯就是你的 嗯major 嗯但我在学校的major就是commercial dance 嗯就是现代舞 然后呢呃 就是虽然放学以后没有再去跳舞 我在学校还有在跳舞 哦所以当时 还是有跳的对还是有跳呃 但是我当时就知道我在学校的时候已经不想跳舞了 就是上课的时候我脑子都没有就一直在想爱 是不是一种叛逆啊就是是因为父母给你的还是说你天生嗯就发现哎表演 哦因为表演你也是摸出来的嘛 先是想要做模特对摸出来 嗯但至少就说那个舞蹈是可能你会不会是因为是父母一直希望你跳 然后慢慢就开始厌倦了 有一点点的感觉因为任何事情就是你父你如果一个你如果真正想干你会去干 但是父母我爸就是每天就刀了我 嗯说让我跳那个跳那个 对就是到最后我就感觉有点 就那个热情已经稍稍微没有了然后呢 这个时候才发现哎 其实表演的东西很新啊 嗯当时而我考了我也尝试考那个表演专业没有考上啊 嗯但那个时候我也不会表演就是对这个是有兴趣啊对就是有兴趣的对对 至少没有你舞蹈那么强嘛你舞蹈是练了那么久了对 已经在一定的对对对对对 嗯那接下来的从那之后的表演的过程是怎么样是你觉得是怎么来形容是顺利呢还是说遇到了什么 我感觉挺顺利我我感觉很幸运其实呃因为就是首先我父母对我来对这个艺术方面还是很支持 嗯就是不管怎么只要是艺术 对只要是尤其是我爸啊这是我妈文艺青年对 我我妈老是想就是呃尤其是就是我记得呢我高中毕业那个那个时候我因为那个是人生那个转折点 嗯高中上大学嗯我我妈当时就没有想到 我还想去做演员嗯他没有想到我以后要靠这个东西吃饭啊他以为你就是玩玩 哎就是玩玩对吧就是因为我爸刚开始让我做学跳舞的最清楚就是为了锻炼我的气质和我的社交 也不是说为了你去做这个对不是说让我真的以后去靠跳舞吃饭呀靠 我想这是很多父母的想法对他他们其实也非常知道靠艺术来呃生存不容易 但是你作为去学这个东西会培养你这个就是说这个人的各方面综合的一些素质或者气质 对对对气质和和这个社交我这就是他们刚才最开始想法然后呢我 但是我我记得那一年我跟我妈就说 我就是以后真的想做这就想做一个职业员员 高中毕业的时候告诉他们对就是那个转折点啊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当时那个时候在国内嗯是疫情回国了嗯就哇那个时候跟我妈吵了特别打一架 从来都没有跟我妈吵了就是你提出这个之后他就反对反对因为因为他就感觉在中国人的眼里就是你想在娱乐圈混大你家人必须有背景啊 嗯或者嗯就是有很多这种原因水很深嗯他就感觉嗯我只是凭兴趣而在这摸索而害怕把我时间时间浪费了嗯把你敲醒对想让我再做梦了对对对对对 然后但是我当时就是真的就是已经知道我这是一定要做演员而且要用一辈子去学习表演那么确定去真的是非常确定的嗯我说我妈越反对我我越确定嗯他要反而还可能支持我我可能还没有像我一辈子的表演 我让我那么坚定的他是越当时不让我吵得越火我就我告诉我就我我给我妈说我越坚定我就要干这个东西嗯然后呢当时很幸运就在国内那个时候有一个片子嗯是西安的一个导演然后呢他们那个在找演员然后我就很呃很幸运的面试上了这个这个片子他在国内拍摄然后找演员的时候你还在这边我在国内啊你刚好回去的时候碰到了就是碰到了对啊我还以为你是这边 你选到你你回去拍不是不是我是咋一行开始以后呢我是回回到西安是本来是看父母和看这个就单纯的那个回对就是回去玩反正因为反正学校也是网课对吧就是当时回去就是一个月嗯但是没想到在那边就是接上戏了反正在那边待了十个月嗯嗯然后呢那你是怎么 呃收到这样的一个casting的一个消息啊是呃我妈妈以前就是我以前在中国也是学跳舞嗯就是没没来过之前学的是拉丁舞嗯但没好好学到现在也全忘了那个老师就是跟父母还是一直是好朋友嗯他他知道你的想法他是对他知道我的想法 因为我们回来就是聊过对聊过然后呢他跟我说电视台他认识电视台的一个人然后电视台刚好认识那个导演嗯嗯就需要去找传道就这样了对然后呢呃我就去面试了面试成功面试成功男主角男主角对对这是你呃是第一个男主角吗还是是是第一个对长片的男主角长片对因为因为我之前有拍过短片的男主角短片我拍个那个短片的HBO那个短片 这叫Longly Blue Night哦对对那个是我回国那个是我拍这个片子之前的片子嗯嗯那个时候也是很小就是嗯表演也不懂嗯瞎摸摸嗯就玩什么反正嗯嗯那个片子但是在中国拍那个长片嗯就一下让我就是发现真的就是学到很多学到很多嗯嗯 也发现也发现很喜欢表演更加让你觉得热爱了对对是的那那个是一个大概什么一个少年就是你的年龄的一个对讲的是电影讲的是这个一个呃青少年嗯嗯嗯就是他是家里就是顽固子弟哇对然后呢他在一场摩托比赛中把腿摔断了嗯然后呢他从那找到了自我 这个角色这个角色让你更加有长的时间去去去去去演绎他哈对吧同时也是因为是长片嘛对吧就长片的时候你就真的能理解这个角色而且去他的变化对他的变化而理理解这个角色的内心就是在这个那个之前拍那些片子就是也不懂没有那么深刻对也不懂什么表演 嗯因为对就是反正就是在我现在想起来那一段的记忆就是很明就是很模糊嗯我记得我去表演课也没好好听啊你在那个就是在高中毕业之前也是在有上表演对就是因为我我不是跟我就14岁我跟我父母不是说我不想谈过之后对谈完以后呢嗯嗯 就放学以后现在就没有在跳舞了就开始上表演课了嗯在校外校外对校外上表演课然后呢但也没有好好听嗯那有时候不懂什么表演到现在还是很感激我父母因为到最终还来是还是父母还是很支持我总体他是一个对文艺方面还是很支持但没想到就是说培养一下兴趣结果变成了专业专业对嗯嗯对但是我爸其实还到现在还是非常支持我这个他啊 你相对于你妈妈爸爸更加那个现在更理解更支持爸爸现在更妈妈现在也理解了嗯但是我爸是一直都是支持我做演员的嗯我觉得这个还是靠你的行动使得他们有信心了我觉得对是吧对如果是我我我认识这个是在啊一年多前我们拍个戏呃我演的是他的司机 那那时候我们聊没错吧刘师机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聊了你的啊他就是这个比较喜欢也愿意去聊讲他的故事所以我大概也是知道他那时候的一个呃经历就是怎么说呢呃比较好学吧就是一个是那么小认准了他的方向然后一直在去认认真真 真的走我觉得这个特别难得所以的话才有可能影响到你的父母最后变成是比较支持你嗯对那我想多数很多人也会在抱怨啊我父母不支持我啊我的谁不支持我啊什么那可能也许啊我们说句就不太好听的话可能你还不够努力也许啊也许对对对对因为你哇就好像Jack他那么认真呃那么小就有这些目标那我都会觉得 我很惭愧哎呦我我我也很喜欢但是我怎么没有他努力然后我看到他努力的时候我就会一个是对我有有作用然后另外的话我也会想到哎找什么演员适合他的我也会尽量的就是去推荐你啊或者说哪方面能帮到你我也很想帮你哎你不努力的话别人帮不到你但是你努力的话很多人愿意帮你对对大家都能看到对而且天助自助者啊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对对对对 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特别对于十多岁的孩子来说我觉得是可以可以好好的那个了解一下我们Jack然后那个可以学习一下我觉得非常棒谢谢然后那次我们拍了那个戏之后啊我我我感觉我们还是我也我其实我你看你演了四五年了吗 四年了吗是吧那我其实真正演我的是才一年多我比你就是嫩得多虽然年龄比你老得多演戏的经验比你嫩多了但那次我们合作的时候我是刚刚开始觉得就是说哎呀我我我我要认认真真我要努力就是去研究一下然后包括导演也还蛮认真的所以也是一样 就会对相互相互都会有反应呃有一个促进那那个戏我也确实是也还蛮投入的是chemistry还是有啊是有啊之后的话嗯看了也就是有好多朋友看了也觉得哎还还可以就是有那么几个地方能挑出来就我部分啊我觉得你当然比我强没有没有没有后来就是在有就是前段时间我们 两个星期间我们两个星期前对我们又有又又又又又合作对而且又是对手戏对上回是我是你的司机这回我是教练我是教练我是教练最后我更强一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这这部戏嗯就是您从司机那部戏到现在这个教练能看到你的这个成长也在夸我了我们这个不是互捧那个大会啊嗯这个真的能看到成长而且我说 我说这个也是事实就是能看到你对表演这一年也有很多进步也有很多投入对不过话说回来就是说呢努力的肯定会多多少少的会有有看得见一些东西嗯但是哎呀年龄大了真的这种学习的能力真的是不不还是要差很多我你呢你的变化就更加那个明显 你的变化 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能进入他也是这个casting也是全世界找啊对不对也是很多人去选争取这个机会对那为什么能选到你肯定是你这个本身带有的并不是说啊我在去audition的时候准备好了就一定能拿到嗯不行了你这个是还得看你整个过程啊 包括你的各种综合的东西才会选到嗯嗯对我感觉很很幸运能能被选到啊对而且在那个拍完那个片子以后 其实那个时候是我妈妈真的就是支持我了她就啊大片上大片了对就是感觉哎这孩子终于有有嗯就是 感觉有希望了啊对吧就不是说还是你在拍一些学中片啊就是不懂就是哦至少还有哎就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给我妈打完电话以后他的态度完全就不一样啊就感觉 哎哎哼哈哈哈还是说行了对对对就再也没有那种可能提醒你的意思了我觉得他发现你成熟了对而且发现我其实我觉得我父母最想看到的就是孩子有自己的思想而且孩子有自己的目标对对对 对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嗯我觉得其实对我来父母其实我真正做什么行业我父母并不在乎因为中国人就行行驻撞对吧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思想而且自己的道路嗯就比如就 比如说你想有些孩子说 哎我想做演员 但是你的只是说而已 你就是很很虚 但是你你要证明给你父母 哎我要做演员 我有真正的行务 我有经纪人 有经纪公司 我再拍片 我有上课 对你在这个时候 父母才会支持你 是是首先是要有行动 就你光有个目标 有个想法 然后这个时候肯定父母还是担心 他是担心你只是一个 哎你还没想清楚 对就是就是一个 对你是谁不想做演员 我也想做是吧 父母也想做 但我知道这不现实 但你瞄准了方向 然后又为什么努力 努力已经让很打动人了 但努力的过程当中 你又有取得成绩 那就没话可说了 就真的是 对父母现在很支持 这就到我来说 现在人生中 对我特别一个影响的一个 算我的这个英雄吧 人叫Captain Hart 他的就是我看了他的书 也看了他的故事 就是对我还是很 因为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给大家传播的意思就是 不要去说你干你想干什么 就是用行动来证明 对对对 就是对我觉得 对任何想做演员的观众们 就是一定要好好考虑清楚 就是如果想做的话 你要就去做不管做任何事情 不要去光去说哎我想做这个一定要去去努力去实现它 对肯定是有路的 就是可能你一开始看不清楚这个路 对 那你走了第一步第三步一步一步下去你就好了 再加上还有人帮忙 对有人帮忙 而且你你努力了大家也想帮你 对吧 大家都想帮一个努力的人 如果你不你不努力 我为什么要帮你 对吧 没错 而且我觉得这个任何行业中他都是很艰难的 所以说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去干的事情 对才能坚持下去 对因为你喜欢去干 你才会想钻 朝里面钻 这个行业就钻 动力 对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你比如说我不喜欢演员 不喜欢做演员 我不可能去调查一些资料啊 去朝这个行业钻 不可能的 对对对 首先得了解自己 你是不是真正知道你的内心的想法 呃那个那个那个梦想 对 然后朝的那个去行动 复诸于行动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 呃那你觉得下一步 你你你父母现在已经是很呃不要支持你了 对那你有没有一个目标 就是下一次我得给什么东西 至少让他们觉得我更加没有问题 你有有有一个有想过这个问题 呃我觉得我现在的目标就是 好好地把这个craft练好 嗯 就是好好地去学表演 嗯 呃我觉得剩下的都会自然而然来 嗯 我觉得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我最近学就是 最近才新学了一个课就是 不要去 把自己跟别人攀比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了 对我从小大家父母告诉我 不要永远就是老师也告诉我 不要把 不要去跟别人攀比 对吧 嗯 但是你下一次就会就会去 对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 因为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对 群体里面 所以说我我 但是我这次尤其是拍这部戏的时候 我真能体会到了 为啥 因为我我发现了我 你看我从演那个 companion 对吧 咱们演那个刘斯基和小云那个故事 嗯 下一部是奥本海默 嗯 然后呢我又拍了 暑假又拍了个长片 嗯 长片以后又拍了个长片 嗯 到现在拍这个片短片 嗯 我就发现我每一部戏都在成长 嗯嗯对 而且我是真的能从内心感到 嗯 我的表演每一次 在进步 在进步 就是我上一部戏长片 嗯 那部戏就是 它这个很很重的一部戏 就是很需要哭啊 对 那个戏的时候 我我当时拍那部戏 我就发现 哎 我我感觉我这部戏 比上一部戏要进步 嗯 但是我这部戏 我又发现 哇塞 嗯 这部戏虽然没有 不需要我什么大哭 但是我我从内心能感觉到 嗯 我比上一部戏要进步 所以就是说 你的意思就跟自己比 跟自己 对 跟我比之前要更进步了 对对吧 那你反正比自己 以前更进步 那你其实说实话 你要再去跟别人比 你也是已经在 跟当时的你不一样 对 这就好了 但你 我为了去跟别人比 可能你会 没有 有些时候 可能你会有好的感觉 但有些时候会让你 对 对 有时候对啊 因为 对 你就 你就在想 我现在的我 我今年的我 2023年我 比2022年的我 要更优秀 嗯 表演要更好 就是懂 对这个行业也懂得要更多 表演也懂得更多 哎 你 真的 会有前途的 你那个很 就是 我在你那个年龄 我真的 我根本没有想过 你那么深 然后再加上 你的心态 就是说 现在 你觉得 我要扎扎实实的 把基本功练好 就是我该学的东西 要学 然后 比之前要好一点 其实这真的是 就是通往前面的 这个大道的一个 这个最好的方法 嗯 对 那你问有没有捷径 这就是捷径 哈哈哈哈 所以我 其实我觉得 成功最重要就是 一个人的思想 嗯 看看一个人的思想 你就知道 他能不能成功 我觉得这是 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思想 你把你的思想调 mindset 调好的话 我觉得 一切都没问题 嗯 我跟这个 有点 相同的地方 就是 都会跟自己 年龄不一样的 朋友呃相处 他喜欢跟岁数大的 像我 我我我都是他的这个 叔叔辈了啊 他他其实对我蛮好的 也帮我 今天来帮我 那个排那个 小 应该 应该 然后呢 我是喜欢跟年轻的朋友 在一起 就在他身上 也是学到很多东西 我在 你身上也学了很多东西 对谢 对谢 别别 那个让我 光让我开心就好了 哎 没有 谢谢啊 今天非常高兴 那个Jack跟我们聊天 然后也欢迎 其他的朋友啊 你想演戏 或者你是演员 我们都可以来聊 聊你的故事 对 分享一下这些东西 我觉得 华语啊 亚裔 我们 可以好好的 努力吧 其实在美国也可以 有好的发展 一起帮忙 对 好的 谢谢 谢谢Jack